欢迎您收看美食简报 我们热爱我们的餐馆 现在是他们回报我们的时候了 通过降低价格来回报我们 多伦多新报 多伦多的餐馆正在经历面对面用餐的两位数下降 这表明离散性支出正在减少 生活成本上涨可能是一个因素 但作者还认为餐馆需要解决他们的定价策略 隐形加价、简单菜品的高价和小费制度 都导致了人们对外出就餐过于昂贵的看法 作者建议餐馆应该提供更多的成本多样性 既适合高收入者也适合普通收入者 此外提供固定价格选项或缩小版菜品 可能有助于使顾客更容易负担得起和享受外出就餐 爱格尔因安全问题而终止柄型肝炎药物研究 路透社 爱格生物制药公司宣布将终止一项 测试其实验性药物 据以二醇干扰素 LANGDA治疗慢性顶型肝炎CHD的晚期研究 该决定是基于安全顾虑 因为在安全审查期间 有40患者的肝功能恶化 爱格将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和试验调查人员合作终止该研究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小组 建议广泛使用更新的COVID-19疫苗 路透社CDC咨询小组建议广泛使用 针对6个月及以上人群的更新型COVID-19疫苗 该小组的建议是在FDA授权 辉瑞和摩德纳更新型疫苗之后提出的 这位美国的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 托平了道路 FDA仍在审查诺瓦瓦克斯制造的疫苗 专家表示流行的鼻塞解决药物实际上并不能缓解鼻塞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政府专家对最新研究进行的评估 数百万美国人使用的主要解鼻塞药物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 这个药物成分一直备受质疑 一次对PISA热爱的罗马之行能否适合乳迷热友好 这是我对吴福智的评价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卫报的一篇文章 意大利已成为对于乳迷屑患者来说的无复制美食天堂 在这个以面食和PISA为主食的国家 意大利乳迷屑协会AIC 推出了一项认证供应无复制食品的场所的计划 目前 意大利有超过4200家获得AIC认证的场所 包括餐馆 小酒馆 咖啡馆 和食品车 这些地方对于乳迷屑患者来说是安全的 此外 大多数超市和药店都有专门的无复制产品区域 还有几家专门经营无复制食品的商店 AIC还制作了不同语言的旅行卡 向服务员解释饮食要求 根据AIC的安吉拉 莫奇 Angela Martich的说法 在罗马 外国游客总是对发现这么多无复制餐厅 感到非常兴奋 在一盘美味的无复制炭烤意大利面 或无复制玛格丽特披萨面前的巨大满足感 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项目是宝贵的 专家咨询 我们能让我们的启压 Neo EV更安静吗 英国每日电讯 由于路面和风噪音影响了他们的耳鸣症状 启压Neo EV对车主来说是个失望 噪音问题归因于车上配备的轮胎类型 Neo EV配备了Continental EcoContact轮胎 这种轮胎旨在降低能源消耗并增加续航里程 然而 这些轮胎采用了更硬的化合物制程 因此在通过道路上的裂缝和缝隙时会产生更多噪音 更换为不环保的高端品牌轮胎 如米其林Primacy 4S1 应该有助于减少路面噪音 此外 车主还可以考虑给车辆安装额外的隔音材料 寻找加满饮料 麦当劳将在未来几年内告别自助饮料 美联社 麦当劳计划在2032年前从其美国餐厅中移除自助饮料机 以便为顾客和员工创造一致性 这家快餐连锁店没有详细说明这一决定背后的原因 但伊利诺伊州的几个地点已经开始逐步淘汰自助饮料机 麦当劳的数字销售额有所增长 2023年第二季度系统销售额的近40%来自数字销售 然而 该连锁店预计这些增长在下半年将会减缓 因为通货膨胀减少 喜欢拉面 比萨或者塔可吗 它们的起源可能会让你惊讶 澳洲 ABC 国家菜往往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还涉及政治和民族认同 在创造国家菜时通常涉及大量资金和营销 它们可以用来推广某种形象或议程 例如 关于玛格丽塔披萨起源的故事 可能是一种营销策略 旨在在意大利营造一种国家团结感 同样 拉面在日本的流行起初是因为它便宜 并与中国移民工人有关 后来被安藤百福转变为一道美食 在墨西哥 使用转基因玉米 也成为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认同的问题 哪个备受尊敬的墨尔本美食爱好者 最喜欢的餐厅要向西扩张了 悉尼先驱晨报 意大利餐厅老板阿尔巴西奥·拉佩尼亚 和他的女儿维多利亚将开设Bottega Deli 这是一家意大利特色店 销售现成餐食 新鲜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酱和其他意大利调味品 该店将位于它们的热门餐厅Belissimo附近 专注于来自纳布洛斯地区的简单美味食谱 在其他食品新闻方面 海盖特的Sea Paradiso将与墨尔本餐厅 Rocco's Bologna Discotica 合作进行一晚的厨房接管 而The Littleville Hotel的The Garden Bar 进行了重大改造 推出了两个新菜单 欧盟可能会放弃动物福利计划 因为担心这将推高食品成本 英国每日电讯 欧盟可能会放弃更严格的动物福利和环境法规计划 因为担心食品成本的增加 提议的法规包括禁止杀死一日龄的小鸡 销售和生产皮草 以及使用畜牧业笼子等做法 欧盟执行机构进行了影响评估 并发现这些法规将使农民的成本平均增加15% 可能导致消费者价格上涨和进口增加 欧盟现在正在考虑缩减动物福利计划 以反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食品价格上涨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表示 常见的解鼻塞药物中使用的盐酸分麻每米并不起作用 英国独立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一组顾问表示 常见家用通鼻剂中使用的成分本肾上腺素 并不像声称的那样有效 非处方药物咨询委员会NDAC对证据进行了审查 并得出结论 本肾上腺素并没有比安慰剂提供更多的缓解效果 如果FDA同意NDAC的建议 强生和霸尔等大型制药公司 可能需要撤回含有该成分的口服药物的销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